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来的 我们说正确修行方法 是不是三成普洩 不管你什么跟着 一击下去五只手指便安立到 接着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介绍 阿弥陀佛的介绍 地藏王菩萨的介绍 为什么叫做三成普洩 因为佛入灭了 已经不在世间 悉身不在世间 虽然他的愿力 他的护念力还在 不过我们凡夫即是凡夫 看不到听不到就当无 但是佛亦都说观音菩萨 哪个世界没有他 没有啊 各个世界都有他 他成了佛未 没有啊 为什么未成佛 因为你都未成佛 是不是他要等你成佛才成佛 不只 要等所有众生成佛才成佛 所以是不是永远在我们身边 你找到一个这样的老师 去哪里找啊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我们要认知他的存在 认知他如何修行 认知他为什么叫观世音菩萨 认知他除了观世音菩萨 还有什么能力 认知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认知我们如何归命于他 而知道他真是存在 知道他想如何教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他的东西 奉行他的教导在人世间 利益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如果你一投靠于他 在这个妙法莲花经也好 在地藏经也好 佛都赞叹清阳观世音菩萨 是吧 戀慕与者 占礼与者 于无上道都得不退传 决定成佛的 对不对 这个是大事当中的大事 不得了来的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透过一些文字 向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这个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一切诸佛国土 在一切如来 转动如来法论 救到一切世间众生的大事 他的不可思议个人之处 无论你是小学生 无论你是中学生 无论你是大学生 你一碰到他 你决定得最大稳当 永不退传 永远不会走错路 懂得抱着这个妈妈 抱着这个老师 跟着他走 无需的了 OK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这一讲就讲 观世音菩萨的名字由来 他有什么智慧及能力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如何去度众生 离境共养 观世音菩萨 会得到什么利益 我们如何去共养 我们如何 这一讲 但美国他才厉害 求证 有观世音菩萨的存在 你说的话 是否真的 可不可以怀疑 可以 我们说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我常常说笑 当我给了个问题 你要求证 如果没有 你就当我说故事 如果有的 怎么计 是不是很可怕 如果有的话 你不用再怕了 你决定成佛 对不对 你永远不会再落三岳道部 永远不会 决定得生十方正道 不止极乐世界 决定成佛 还有 认识你的人都不得了 你只要告诉他 是否菩萨都到他们 所以 这是很大的宝藏 所以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OK 一提起观世音菩萨 相信很多人都会很熟悉 所谓家家观世音 户户彌陀佛 可想而知 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 确实已经深入人心 而且菩萨救度 众生的应化事迹 从古到今 更是多不升数 数不数得了 数不了 故此 无数善信 对于这个菩萨 都是极之尊重 为何用善信呢 他未必是学佛的 他只是信 凡夫 民间信仰 这就叫善信 对此菩萨 都是极之尊重 甚至尽心礼拜供养 不过至于观世音菩萨 他的来历 很多人都是一无所知的 是吧 如果一问 观世音菩萨是什么人 我听见我妈妈说过的 她好像是三公主 有没有听过 妙前三公主 孝感动天 为了要尝还她 要报孝道 感动天地 于是欲皇大帝 赐了她做观世音 是不是这样 那她什么时候出生的 多少月的 农历的 3月的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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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什么时候出家的 29 她什么时候成道的 29 这就是中国人 因为这个故事 而出现了三个观音弹 其实佛经是没有这个记载的 我们要先知道 我们要随喜 难道你那三天吃斋不好吗 如果那三天去拜观音不好吗 我们随喜赞叹 但是随喜赞叹还是随喜赞叹 我们要知道事实真相才行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不是叫人 假的假的不要说 不是 你那三天拜观音好好的 食斋好好的 行善事好好的 最好不止那三天 因为观音弹力每天都是 因为菩萨无杀不现失 每天她都在映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明白 因为我们要知道 民间传说一路演变成为 最初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朝生 不过我对于中国看传佛教 对于佛教那种神话化的塑造 我自己觉得 如果真是虚构出来 是应该要澄清的 不要迷 我们不随起迷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人家作个故事 我们为了要你信观音 我们继续除起迷 假的故事 我觉得是有点不负责任 最多我们不敢说 我是真还是假 我们叫做打疑问 打个问号 中国人又说 因为佛经记载 观世音菩萨在哪里修行的 是普陀洛加山 是沿海的 南边的海边 南海观世音 话说佛教来到中国 不过再提外话 观音菩萨的出现属于大乘佛典 很多南传小乘佛教 他不提这件事 资料那方面他不提 因为大乘菩萨 我们都知道 他是觉悟了誓救众生将来 摄取佛国成佛 这个理念在人世间 南传佛学和北传佛教 是产生一些争拗的 但是我为什么说 我会接受大乘呢 是因为大乘所说的菩萨行法 和佛陀一生是一模一样的 佛陀一生的事业 不是小乘的 一定是大乘的 所以由这个理念 我看很多大乘佛经所说的现象 是很相似 还有如果我依照大乘佛经 慈念观世音菩萨 供养观世音菩萨 有疑问问他 他是会回应我的 我自己做过这个实验 我做过实验的 我觉得是真的 不是说的 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常作道仁洲 是千真万确的 我自己感受到 所以我就将我的感受 和大家分享 但是看全佛教 因为佛教来到中国 我们曾经说过四大名山 我觉得这些故事 我当是故事的 是有少少少将菩萨 将他乘根在某一个地方 在某一个地方 去接受某一批人去供养 这个理念 我觉得有少少要澄清一下 因为佛经记载不是这样的 里面就说 他说观音菩萨 有个日本法师 请了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由中国准备回日本 但是他说观音菩萨 不想跟他回去 海中出现很多铁莲花 阻挡着船 是不是这样 接着没办法 不给酒就不给酒 上山在那里埋岸 就有一间庙 将个观音像摆在那里 他改个名字叫什么 德肯去观音 那是不是真的观音菩萨不想去呢 即是不想到日本人 那我就先打个问号 接着就叫南普陀立 即是说本来 在印度旁边沿海 有个叫普陀洛加山 现在他不肯去 这就当作是普陀洛加山 他叫南方 叫南普陀 那意思 就开始有很多传说 是否潮音董 又是显灵 又是见到象 是不是这样 我会觉得这一类的演绎 甚至乎将妙善公主 历史上没有这些公主 没有一个这样的王朝 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 没有一个这样的妙装王 没有这个历史的东西 直接是民间传说 即是孙悟空西游记 这个是理念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是否真的孝 就等于做了观音呢 跟佛经记载的观音 不是这样的表现 你明白吗 如果我们相信佛经讲的观音菩萨 你永远不接受到 所以我们要讲观音菩萨的事件的时候 要将 因为历史很奇怪 他遗留下来 摆在那里就在了 没有人敢说他真是假的 好像我那时候举一个例 盆古开天地 女窩保清天 盆古和女窩生育万物 就成为我们世人 有个皇帝 当了一个宗教 信了五百年 你敢不敢说这个宗教是假的 他摆在那里 你就不敢说他假的了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有经典记载 观世音菩萨的典籍 记载不是在中国 不是在妙庄王那里 变了观世音 不是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清楚 这些是看 就是中国人 因为观音文化 做了整个我们中国的信仰文化 由这里而衍生出来的 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和佛经完全无关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佛经记载里面的记忆典故 是有经典做佐证的 OK 到底观世音的来历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说一下菩萨 菩萨在我们所说的大乘都说了 菩萨命菩提撒多 意思是各有情 是指一些觉悟所的有情众生 具足勇猛无畏的精神 事愿去救度及觉悟其他执迷的有情众生 这个就叫菩萨 摩科萨 我们说七地以上 方便愿力自行种种大乘度众生的菩萨 他的心量如何 一方面是指菩萨各悟一切如幻断除妄想 由于虚空 虚空可否行量有多大 尽显不生不灭的精神致盛 另一方面是指菩萨救度众生的心量 广大由于无边无际的虚空 慈爱的心 蝙蝠宇宙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世界一切众生 具足这种不可思议的心量的大菩萨 就称为菩萨摩科萨 由一地至第六地正般若未到大菩萨 由七地至十地菩萨 就变成大菩萨 明白吗? 再回应一下 因为讲到菩萨 讲到阿罗汉 有人认为阿罗汉清静 原来 在《袁国经》讲下 我记不记得我讲过 禅难是指佔修 《车摩他》是指顿悟 《三摩勃提》是指菩萨余患三回 在《袁国经》中说 有些单收三摩勃提 再收禅难 再收车摩托 有些齐收禅难 三摩勃提 再收车摩他 有些收车摩他 禅难 再收三摩勃提 有些先收三摩勃提 禅难 车摩托 如果 一路这样 两个 一个三个 一二三 三二一 二三一 三四一 没没四 走来就去 呈现出二十五种清静定论 有二十五种 菩萨修行的形态 意思就是 有些先自己觉悟 有些先利他自己觉悟 其实 阿罗汉 匹之佛 与及十信十住 十回向十地 他是交调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不一定是这样子上的 他可以穿透的 但也是在做一件事 治理的 不理你透过漸次觉悟 即时觉悟 这是我们过往生的因缘而显然的 或者以余幻三摩提 发无量的应化身 广度众身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相 明白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地藏经讲 这个地藏菩萨 是不是已在声门匹之佛地 是不是圆满了 赤摩托禅 说了 是不是他又是三摩佩提 你明白 所以 只是分开 他的心 大微 与及 細 觉悟 都一样 他觉悟了 你说他透过蝉拿觉悟 透过车摩他觉悟 都可以 但是他的心一大 他就可以演一切身形 你明白的 我们 因为我们如来 面对着不同众身的境界 于是他就剁开了 那么多个 什麽 什麽十许 十行 十回乡 十地 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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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摩托 那麽怎麽会这样 各有恩怨 但是 無论他怎麽動也好 真还是假的 明白 那麽你一掩下去 便计较 那麽 那麽是现象 因爲不同众生 过往有不同生死 修行那麽有不同的怨力 面对着不同的愚来 是吧 于是成就出来的 现象各有不同 不得以论的 但是無论他怎麽都好 这个过程到那麽 都是圆角的 都是聚足一切 智觉圆满 各他圆满 各行圆满 那麽就成佛境了 当中的过程 不去议论 OK 没什麽高低的 譬如你说 大家的整阿罗汉 那阿蘭最迟 阿蘭最迟 这个衰菩提早些 阿摄利弗又早些 那麽你可不可以议论 是无疑事的 是吧 我们不去比较 所以在佛法当中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在般若的法 看一切的东西 全部幻化 所有的现象 是因缘果报 而显现的 你可不可以议论他 无得议论 OK 明白吧 好了 那麽摩可煞那裏 就回答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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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え 观世音菩萨的名字是怎样由来呢? 其实有两个由来的 这里先讲了一个 观世音菩萨正是具足清淨实质 以及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的菩萨摩科撒 观世音 观察世间的声音 做什么? 民声救苦 是代表什么? 慈悲 代表有违法 好了 这个名字是怎样由来的呢? 根据《碑花经》记载 全名叫做《大碑莲华经》 或者叫做《大碑莲花经》 这个故事其实是佛经记载的典故 就是过往释迦如来行菩萨到时 已经曾劝请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发大菩提心 行菩萨到 这个故事就是讲述了 这个故事就是《大碑莲华经》 《大碑莲华经》 《大碑莲华》 生有一千个王子 当时这个保开凡子 又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很年轻 但是绝一声修行 绝一声 说这麽快成了佛 叫做《保藏如来》 就是这个保开凡子 生了个儿子 那儿子成了佛 叫做《保藏如来》 当时转论圣王很开心 哇 因为天界众生 你想想一个转论王有一千个儿子 那天子很开心 供养保藏如来 供养保藏如来的期间 这个保开凡子 就劝请 《转论王》 你们发菩提心 有佛注释 那麽好 你只是供养 当时的转论王 哇 我只是发菩提心 我不敢 我希望生生世世做皇帝 所以享福就可以了 那一千个天子 我就不想再享不享福了 我想解脱 我想觉悟 因为享福对我来说 太普通了 太多福享了 我觉得无常 我要解脱 这个保藏如来 先后为这个转论圣王 劝发菩提心 再而劝请一千个王子 都发菩提心 而当中 有一个转论圣王 戒于如来面前 终于被这个保开凡子 劝请 他们 哇 凡子 你真是解得很好 你生个儿子成了佛 已经不得了 你还为我们赞叹 一乘佛法 即是大乘佛法 的殊姓 我发觉我以前很丑怪 整天想着做皇帝 享福 我现在都知道了 不应该这么简单 因为有佛住世 一个稀有的 我应该在他面前 发最高的愿 最好的果报 于是乎 誓愿 誓愿 廣行大乘菩萨行 转轮圣王有法 其中第一太子 第一个大太子 不信 曾经发过这样的愿 他说 愿我 将来计我父亲成佛之后 父亲成佛入灭 我即时计成 他的位置 成等正確 但是 由我现在今天开始 直到我将来成佛这段时间 我行菩萨到时 愿我行菩萨到时 众生受诸苦怒 恐怖等事 无有救护 无衣无舍 若能念我 清我明者 为我天意所闻 天眼所见 是众生等 若不免此苦怒者 我终不成无上正觉 为何太子会这样想 因为他是有天眼 有天移 他看到无数世界 很多世界的众生 难跳难伏 明知不好 有人劝他 他继续做 明知不好 继续犯 终于恶果现前 帮过他的人 帮不帮到他 帮不到你 因为我帮过你那时 你不承认 帮你那时 你骂 是否断了所有善根 是否无衣无咎 什么人去到无衣无咎 善根断尽 这些人会怎样 他说如果有善根 还有很多人救到他 善根都没了 没有了 这些人会怎样 一室人身 是否万劫不伏 一落恶道 就永远沉淪 原来这个大太子 他要度那些什么人 度些断善根 没有人再帮到他那些人 他说如果这些人 受诸虎虎虎恐怖斗士 无有救护 又没有依靠 又没有屋 即是没有投靠的地方 若能念我 只要他念我 祈祷我 叫我 清我名字 一想到 原来这个不殉太子 可以救我 叫我的名字 给我天意所闻 所以我们念观音 不怕的话 叫出声 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无诚 叫出声 给他听听 他秉承他的愿 天眼所见 这个太子 是不是天人 有天眼 有天意 是不是天人 不是我们胎生众生 是众生等 若不免此虎虎 如果他叫我的名字 不能够免除他的灾难 我忠不成无上正確 我不会成佛 我一定要令到 所有叫我的名字的人 能够永离痛苦 将来我才成佛 宝藏如来 即时为其取名 观世音 第一个 他的名字的由来 是谁改的 宝藏如来 在他行菩萨道时 我要法愿将来成佛 由今日起 我行菩萨道 直到现在 都是秉承这个愿 都是叫观世音 直至他成佛为止 他都叫观世音 所以不要随便和菩萨改名 什么叫南海古佛 不对的 菩萨的名字叫做观世音 谁改的 宝藏如来 记得了 不要随便改名 因为你改了名字 一叫不是那样 是不是 你谁敢和菩萨改名 菩萨的名字是佛改的 对吗 乱与你 在我面前发愿 愿民生救苦 从今日起 你的名字就叫观世音 叫观世音 十方世界都是叫观世音 十方如来都在称赞观世音 对不对 你敢和菩萨改名字 不行的 不行的 真的 坏了菩萨的缘 破坏了众生念菩萨的恩缘 我们要记得 不要和菩萨改名 观世音菩萨 意思就是 有所有行恶的众生 临当苦难的时候 你一叫他的名字 菩萨即时听到 他怎样救你呢 他有他的方法 刚才说观世音菩萨 他的名字 在佛经记载 在佛经记载当中 在《碑花经》里面记载 就是转伦王的大太子 叫做不殉太子 在宝藏如来面前 发愿将来成佛 但是在他未成佛之前 这段时间行菩萨道 他要民生救苦 宝藏如来 为其取名观世音 直到今日 他都是叫这个名字 所以只要世间上 有任何一个众生 临当苦难无衣无助的时候 你致诚叫 南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即时就听到 如果救不了你 他不成佛 这个救你 是怎样救法呢 我和你都不知道 但是一定救到 但怎样救法 要花几岁时间救 人人不疼 有些急那些 在《妙法年花经》说 念彼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念彼观音力 又怎样怎样 他有很多 什么龙如猪灾难等等 他有很多种救众生的现象 但是是否所有人都同一种呢 不一定的 但是他必定相应 必定相应 在佛经说 好了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记载 《观世音菩萨》的真正色身 只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国土 是一生保处的法王子菩萨摩摩萨 左挟士 跟着成佛的人就是他 助佛转法轮 教化众生 而且更因为悲闻无边世界 苦难众生受恶业潜薄 永劫受苦 便应过去本源 以三枚自在神通灵 于十方无量世界 化现无数身形 以三十以上 三十二种应化身 普门示现一切国土 应以何身得道 现何身而为说法 救度教化不同种类的众生 因为《观世音菩萨》曾经发誓 众生未成佛 誓不取正确 你不成佛 他不成佛 故知《观世音菩萨》是一切众生 犹如爱子 犹如父母 犹如未来的佛陀 更如慈母般 永远成是众生 菩萨不是高高在上 等你去潮山拜 他真是入到你门 入到你家 入到你的心地 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爱护我们 教化众生 直至令一切众生究竟成佛为止 因此在宇宙虚空 所有一切世界 有没有世界 没有观音的 如果根据佛经技术 没有的 所有世界都一定有观音菩萨 只要有众生的地方 皆是观世音菩萨的修行道长 这个菩萨 一叫到他 一归依他 他就把你放在他肩头 直至服侍到你成佛为止 再陪教育你成佛为止 不过无论菩萨事件任何身上 都必定是拒足大慈悲心 留意下 这就是大悲申陀罗尼经记载的心量 我会讲很多次 一会儿再讲 恭敬心 这就是菩萨发现 平等心 悲下心 惭愧心 清淨心 无遗心 无染着心 等等的心量 而这些心量 正是一切诸佛菩萨的真实上茅 意味着菩萨可不可以善一个凡夫? 可不可以善一个居士? 可不可以善一个男女? 在座可能是观音菩萨 化身其中一个都未定 我同意都不知 但他一个特点就是 他一定具备这些心 所以我们在世间 无论见到什么宗教的人 无论见到什么国籍的人 无论见到什么文化的人 他有这些心 就告诉我们 这是菩萨成员以来 要有真法眼 我们说正法眼状 或者正法眼藏 不管他读音怎么读 意思就是 当我们一明白佛法 我正法眼一开 什么人在你面前 你一眼看到的了 其实你上了这么多堂 你对佛法一认知 其实你发眼都开了 不是说他什么身份 我记得问过大家 如果这个人 只是贪自己福乐 这是什么根基? 仁天 如果这个人 只是解脱生死 什么根基? 移成 如果这个人 做什么都为众生 是不是大菩萨根基? 那你便发眼都开了 你不用理他什么样子 不用理他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都可以 有个大法师 很威衰的 他常常贪生怕死 整天都说 好他离了 所以他走光 他虽然是一个法师的样子 但他是凡夫根基 对不对? 所以你一明白 是不是开了发眼? 你会分辨的了